厨师将帖子拿过来看了 转头看女儿 厨师将屋子里不相干的丫鬟都抢了下去 总算让任静初不再哭了 任静初抽叶着刀 这个抽我一定要报 等着总有一天 让他们一个个都栽到我手里 厨师连忙沉下镰刀 不可再胡闹了 被你父亲知道又要责罚你 你一个带子归中的小姐 名声最重要了 不可坏了自己的名声 给女儿擦好伤口 厨师才回到自己房里 见任成吉在矮桌上看书 厨师上前将手里的帖子给任成吉看 任成吉问道 红炉四清的夫人 厨师点点头 就是薛二太太 拖过来给薛明矮说亲的 这次来了定是旧事重提 任成吉笑道 我就说呢 薛家必定想要攀亲 若是顺利就应远了 好早些选个日子 要这么快 厨师心里有意 却也不敢张口 只能应远 在薛老夫人屋子里吃过饭 荣华在灯下做针线 目光就一直落在绣的花样上 不知不觉 绣了不少 刚要喘口气 但是觉得脸颊一痒 荣华抬起头来 眼前是捆绑好的毛茸茸的草叶 薛明锐戏长的眼睛一窍 送给你 荣华不由得笑了 侯爷还当我是小孩子呢 就伸过手去接薛明锐手里的东西 在想什么 荣华侧头看着薛明锐 侯爷怎么会绑这样的东西 薛明锐嘴唇一弯 有了些笑意 失眠的孙儿临走的时候 让我给绑的 顺便就绑一个给你 荣华手一动 手里的草兔子就动动耳朵 在想什么 说着 伸手将他拦过来 荣华自然而然地 靠在薛明锐的肩膀上 荣华今天接纸的时候 汗威风 脸上没有笑容 眼睛一抿 不怒自威 无论谁看了 都不敢小觑 真是让人望耳生畏的 五目猴 你穿云间侠配 也很漂亮 荣华脸一红 荣卫就会打去人 我是说真的 她的话听似轻描淡写 你应该有更漂亮的 荣华笑了 只要家里能平安 再说 我已经是一瓶夫人 她的眼睛里 有淡淡的光滑 低下头来 放心 我会想尽办法 保平安 荣华一早 给老夫人请了安 李妈妈进屋来道 亲家来人了 老夫人刚要问 哪个亲家 李妈妈立即补充道 少夫人的三婶 亲家三太太来了 荣华威争 料是 昨日陈妈妈来 是让她回娘家看看 今日又让三婶上门 三婶还身怀有孕 大太太分明是怕她找借口 不肯回去 荣华站起身 走到老夫人身边 低声在老夫人耳边 说了三婶有孕的事 我去接接三婶 老夫人急忙道 双身子的人 可大意不得 你去妥善地接过来 我让人将你娘叫来这里 省得亲家三太太 还要再多跑一趟 荣华威威一笑 敦神向老夫人行礼 这才转身出屋 老夫人吩咐李妈妈 将我屋里的窝段软理 昨天拿来一只 给亲家三太太做 让丫头起些清淡的花茶来 李妈妈是经过时的人 哪里有不明白的道理 立即道 老夫人放心吧 我去安排 顿了顿 又看看周围没有旁人 这是亲家让三太太过来 这是不是 让一个有身子的人来学家 这里面的意思 像是学家 不肯让少夫人回娘家似的 陶大太太病在床上 家里没有人主持 连双身子的人都动用了 老夫人看一眼李妈妈 先下去准备吧 昨日陶家来过人 去和荣华说话 想来荣华是没给一个 确切的回应 今天亲家三太太 才会上门 李妈妈下去安排 荣华在垂花门 接了陶三太太廖氏 廖氏见了荣华 微微一笑 荣华拉了廖氏的手 三婶怎么会来 廖氏和荣华 向前走过了假山石 这才到 这段日子 听说学家的事 心里一直放心不下 今天出来 购这些东西 就正巧路过 说者 低下眼帘 荣华点点头 三婶现在 什么都不要想 养好身子 是最重要的 廖氏听得这话 脸有些微红 似是有些歉疚 却也十分无奈 荣华看在眼里 问道 三叔父最近如何 家里还都好吧 廖氏叹口气 唉 想起来也有些后悔 本来是我一时的要强 想要你三叔父 考个正经的功名回来 就让他 最近你二叔父去上了任 看样子是很好的 就等你七姐姐嫁人的场面 都十分热闹 倒是精华的婚事 入秋就是好日子 我却有了身子 很多还都没有准备 荣华一路听着三神廖氏的话 三叔父和廖氏 虽然已经从陶府搬了出来 住的却也是大太太赞姐的住处 三叔父一心要考修为 家里的花销不小 还要准备精华的嫁妆 精华的未婚夫张回 是父母早亡的 定然不会使许多的聘礼 看三婶的意思 又怕精华嫁过去吃亏 嫁妆定是少不了的 这样一来 加上三婶是有孕在身 定是捉襟见肘 荣华明白三婶廖氏的意思 廖氏是个后强的人 在她面前绝不是特意地说这些难处 而是要解释 三婶如今这一般 在陶家是说不上话的 陶正安是宗长 大太太又在家煮中馈 大太太有什么吩咐 三婶廖氏就没有办法拒绝 走过月亮门 廖氏低头又道 前几日我回去给老太太请安 瞧着老太太的样子 似是有些不对 荣华一争 廖氏道 我想着来给你知会一声 也是应该 荣华和廖氏刚走到翠竹夹道 雪玉迎上来道 老夫人说 少夫人和三太太 还是去花厅里 老夫人屋里今天 刚好打过一瓶药酒 恐怕味道还没有散尽呢 怕三太太闻了会不舒服 廖氏脸一红 我没关系的 荣华笑道 我都没有想起来 还是老夫人想得周到 那药酒可不是就有一股 心善的味道 廖氏也笑了 你哪里能想起这个呀 就是我以前也不知道 说着话 自然而然地打量荣华 薛老夫人能这样安排 多时看在荣华的脸面上 荣华才嫁过来多久 就能如此 真是不简单 荣华和廖氏进了花厅 廖氏忙上前给老夫人 薛夫人请安 身子还没有完全蹲下来 已经被薛夫人扶起来 老夫人道 快别这样多礼 都是自家人 说着 忙让丫鬟拿给廖氏礼物 几个人说了会儿话 老夫人问起陶大太太的情形 廖氏道 已经好多了 老夫人点点头 笑着看荣华道 亲家太太太病在床 要不是这段时间 家里出了些事 就应该让你时不时的回去看看 说着就顿了顿 今天刚好 你就和亲家三太太 一起回去吧 荣华笑着应成了 薛夫人嘱咐荣华道 让下人赶车稳着些 你也早去早回 荣华道 娘放心吧 荣华去准备拿去陶家的东西 薛夫人就拉着廖氏说了一会儿的话 等到车马都准备妥当 荣华和廖氏才一起出了垂花门 上了马车 荣华拉着廖氏 一起坐上薛家的马车 等到马车离开薛家 廖氏这才道 听说昨天朝廷有了赏赐 我还以为 大嫂让我过来贺喜呢 却没想 大太太哪里会想到这个 若是来贺喜 就抬高了她这个树女的地位 何况现在 李贵人封了静妃 大太太有了新的依靠 母亲现在能不能下床了 料是的 今天早晨我看大嫂的时候 大嫂正要从床上起来 却还是吃不得力 不过整个人看起来 倒是好了许多 不像是大姑奶奶 才没的那几日 多亏有姚华在身边照顾着 舅太太也时常来给宽心 大嫂娘家又有了喜事 之前的贵人已经封了静妃 舅爷又在京里置了新宅子 过两日又宴请本家亲过去热闹呢 说着就看看荣华 前几日六个月回来 似是和你父亲说了什么 说是秋为要提前找人才能 你父亲叫了你三叔父过去问话 让我和娘家打听打听 料是就皱起眉头 我父亲的脾气如何 我是知道的 哪肯听这种话 这次来我也想问问你 这该如何是好 又是孟家 孟家已经不是第一次提起秋为的事 之前已经让六姐来跟他说 让他探听薛明锐的口风 现在又是明明白白地去陶家说 三婶的父亲是汉林院市长 打听这些事 看似方便 其实 若果然有这种事 又岂会就摆在明面上 弄得众所周知 不管孟家是怎么得来的消息 荣华看看料时 三婶现在有孕在身 有诸多的不便 不好总是过于劳累 料时眼睛一亮 是啊 再说 你三叔父经常去我娘家 借下书籍来看 我父亲只是督促你三叔父的学问 也没有其他话 想来一定是不知道的 荣华点点头 料时笑了 拉起荣华的手 你这个孩子呀 心里真好 荣华脸颊 微微一红 很快 马车停在陶家门口 二太太王氏 已经等在垂花门 荣华下了车 王氏上前行礼道 我今天有些不舒服 却让了三弟妹跑这一趟 料时道 我也是顺路 荣华本来也是要回来的 王氏小心翼翼地 看荣华脸上 并没有别的神情 这才松口气 快进门吧 天气热 小心晒着了 一直等着荣华向前走了 王氏 这一才跟在后面 王氏继续说的 老太太有些不舒服 正躺着呢 姑奶奶一会儿再过去吧 边说 就边看着荣华身后 丫鬟婆子捧的物件 东西真是不少 到底是一品夫人 每次回娘家都少不了礼数 荣华侧头看看 桃府的丫鬟婆子都忙着去拿东西 他这次回来 不光给老太太大太带了药 不平尺头 几乎给府里所有人都带了东西 包括二婶 三婶和众位兄弟姐妹 他都想了个周全 难不成做到这样 大太太还能堵住幽幽 难不成 难不成做成这样 大太太还能堵住幽幽众口 说她为女不孝 雅琴上前打了帘 荣华和王氏 廖氏进到屋子里 姚华坐在景物上 和大太太说话 见到荣华 立即起身行礼 大太太上下打量了荣华一番 立即露出慈母的表情来 快过来让我瞧瞧 怎么像是瘦了一些 荣华上前 坐在大太太身边 丫鬟婆子 这才将礼物都摆上了桌子 大太太看着这些东西 不禁道 就是回趟家 你这孩子 让夫家人看到多笑话 荣华笑道 你儿这是孝顺母亲的 哪里能让人笑呢 大太太不禁想起 书华回家时的情景 眼睛顿时一红 王氏笑道 大嫂是好福气 应该高兴才是 大太太用娟子擦擦眼角 我可不就是高兴的 荣华目光落到大太太的身上 母亲的病如何了 我早些时候找了太医院的人 应该一会儿就会来了 让御医给母亲看看 我也能安心 本来看向一旁的摇滑 目光顿时转到荣华身上 眼睛一亮 欢迎刚落 锦衣秀从外面进来 回道 太医院的黄御医已经来了 廖氏笑道 正说着呢就来了 荣华站起身 扶着大太太躺下 又放下满帐 姚华看着房里忙碌的丫鬟 和一脸淡然的荣华 微微皱起了眉头 正思量着 耳边传来二声 王氏的声音 二侄女先去里面避一避吧 外面有姑奶奶呢 姚华点点头 转身走向内室 心里冷笑 荣华真是用的好手段 黄御医给大太太诊了脉 又看看荣华拿来的药 光神道 五目侯夫人拿来的 都是上好的商药 大太太只要按时用了 很快就会好 荣华隔着屏风问 要什么时候才能活动 黄御医道 按理说 要养些日子 只是大太太的伤 修养得好 夹着一开始 虽伤过 却并不十分重 这两日感觉疼痛轻了 就可以活动了 荣华微微一笑 王氏请黄御医出去开房子 荣华吩咐锦绣 送去打赏的银钱 这才来到大太太床前 大太太脸上也有些喜意 早上我还不敢使着吃力 恐怕会再伤了 现在听黄御医这样说 我还真想站起来试一试呢 旁边的陈妈妈立即上前道 奴婢去多救几个婆子 来扶着太太 大太太笑着点点头 陈妈妈忙出去安排 几个婆子刚进了屋 姚华也从内室里出来 一脸关切地道 母亲要小心些 要是疼痛就不要吃力了 大太太道 我知道 说着几个婆子上前去搀扶 大太太微微动了动脚 似是就要站起身了 忽听外面一阵嘈杂的声响 屋子里的人分了神 陈妈妈刚要出去看 只听传来瑞青的声音道 老太太不好了 满屋子的人顿时一惊 大太太听了这话也皱起眉头 脚上不慎吃力 顿时一阵疼痛 唉呦一声憋坐下来 屋子里 闸眼功夫 鸦雀无声 半生 众人似是才缓过神来 摇滑上前去查看 大太太有没有伤到 大太太闯了几口气道 没关系 只是不小心 你祖母 荣华道 母亲别急 我先出去问问 黄御医经常给老夫人拔卖的 医术高明 为人妥当 老太太不舒服 就让黄御医去给老太太看看 大太太脸上一阴 似是有什么话 却又不好说 转头看向姚华 姚华也露出担忧的表情来 我和八妹妹一起去看看 王氏道 早上娘还好好的 微微一顿 说道 我们都去瞧瞧 廖氏也跟着点点头 荣华转身向前走 特意看了一眼陈妈妈 陈妈妈 目光闪烁 荣华心里一惊 荣华出了门 只见瑞卿通红的眼睛里半含着泪 整个人似是已经不管不顾 看到荣华 脸上又扶起一丝欺望 嘴上就急忙道 八姑奶奶 快去瞧瞧老太太吧 荣华看向瑞卿 瑞卿上前几步到荣华跟前 刚要开口 只看到八姑奶奶目光清澈 坚定 别着急 慢慢说 瑞卿这才猛然回过神来 再看看荣华身后的姚华 王氏和廖氏 长喘了一口气 早上起来 老太太就有些胸口闷 刚才只说头疼 吃了些药 忽然就昏了过去 荣华早已经给锦绣 使了眼色 让锦绣去请黄御医 这边也就不耽搁 和瑞卿一起往老太太的院子里去 走到月亮门 瑞卿道 老太太这几日 只是喜欢睡一些 进的饭室也少 我还以为 是夏天天气热的缘故 说着 顿了顿 摇摇嘴唇 大太太也请了郎中 来给老太太看 郎中也没说出什么 只拿了些平日里吃的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电话